那在急性的時候它就是發炎期 也就是剛受傷的時候 我們失去了皮膚這層保護力的時候 我們細菌會在上面附著 那這也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盡量是不要用一些優點等等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會破壞我們的傷口的癒合 讓我們一些本來要恢復要修復的細胞 會跟著你破壞掉 所以你第一個步驟 我們當然在受傷的急性期 我們是用大量的清水去沖 然後適度的保持乾燥 受害每日健康讓你日日保健康 你覺得醫師最害怕什麼樣的傷口 在我左邊這位是有急診鋼鐵人之身的 魏智瑋醫生 請問魏醫師 是 你有害怕的傷口嗎 大家在想說我們是急診醫師 一定會害怕那種斷手斷腳的 還是血液流人蠻力的 其實不是 這種急性的傷口 開放性的傷口或者是結肢 其實它有一定的處置流程 而且這種急性期 傷口長的是它原來的樣子 我們最害怕的是 傷口已經不是傷口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個傷口已經失去燃養了 有些人燙傷了 他就會突發性想給他 擦了很多很奇怪的藥膏 或者是跟廟裡面求來一些東西 就把它附在上面 那我讓我們看 五公粉或浮 那我們看不出來 他原本是長什麼樣子 還有一種最恐怖的就是 有慢性病的人 他傷口又照顧不好 這時候其實在上面已經 滋生的細菌 甚至化膿 不正常的分泌物 甚至有些 所謂的生物膜的滋生 這個真的是讓我們看到會傻眼 生物膜的滋生 生物膜是什麼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大家在家裡 一定有清理水槽 清理馬桶這些東西的經驗吧 其實你久沒清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些水槽啊 或者是容器的表面 會敷著一層就是光亮的膜 你會覺得 你在清的時候 我們單純用了清水也好 或者是我們用了一些清潔劑也好 很難去破壞這些東西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媽媽很辛苦 這時候就要用力的刷 用力的清 才能夠破壞這個膜 所以你不要怪我們醫師 要清廉的傷口那麼粗魯 其實是有用它用意的 所以會讓這個膜生成 其實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 有粗糙的表面 我們傷口皮膚受傷之後 它破了 它其實表面就是粗糙了 這時候就很容易讓外界的東西 給掉在上面 細菌就置身了 是 那置身它第一步 一定是先附著 它是先在這個傷口產生一些黏著 黏著之後 它就要開始作怪了 這時候這個細菌就開始 菌落的產生 它就開始強化它的數量 那這時候 不同的菌度之間 還會彼此訊息溝通 他們會互同一半 因為我們生物和生物之間 它會彼此的感應 他們會有訊息的交流 會有DNA的一些傳遞 所以它們會分化 會增生 當它們聚集到一定的量的時候 它們會開始分泌一些東西 像一些蛋白啊 像一些糖質質多糖體等等的 像蓋房子一樣 所以這時候就會改出那一層 漂亮 剛才說的透亮的膜了 我們簡單它叫做生物膜 所以這時候 我們如果單純的一些藥劑啊 一些清潔劑 甚至我們用一些藥物 要去殺這些細菌的時候 其實它們就隔了一個防護罩 所以你們有時候會覺得 那它稠陋 等它滷 其實是要把它去掉 是啊 所以你在急性期的時候 如果沒有讓我們 好好的把傷口給處理好 進入慢性期 我們還是要經過 輕創甚至要手術 你才可以破壞這些生物膜的事實 那怎麼樣的照顧自己的傷口 可以讓自己的傷口不至於 後來還要受這一層醉 讓它長出生物膜 甚至讓它感染 然後讓它爛掉 你們必須做更多的破壞 才能重建 其實我們一個傷口 從它形成到復原 它有幾個階段 那在急性的時候 它就是發炎期 也就是剛受傷的時候 我們失去了皮膚這層保護衣的時候 我們細菌會在上面附著 所以當你受傷送到醫院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會用大量的清水 還有我們會用一些機械性的摩擦 把這些傷口給清乾淨 那這些也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盡量是不要用一些優點 等等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會破壞我們的傷口的癒合 讓我們一些本來要恢復 要修復的細胞 會跟著給破壞掉 所以你第一個步驟 我們當然在受傷的急性期 我們是用大量的清水去沖 然後適度的保持乾燥 那這個保持乾燥 其實也不是讓它完全的乾燥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觀念是 我們要讓傷口有適度的濕度 適度的濕潤 對 你也不能夠過失 因為你過失也會反而讓細菌更增生 對 所以淡淡 暖暖那一種 你們也很怕 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適度的濕度 因為我們傷口其實我們在修復的時候 它本身就會有一些阻止液 而且阻止液就有一些抗發炎的細胞 也會有一些殺菌的效果 它是天然的殺菌的 我們身體自己的防禦機質 所以其實不妨這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塗料 去保持傷口的透氣 以及它的吸附過多的分泌物 然後再來就可以幫它保濕 這是在極性極的處理 那一旦呢 進入增生期 也就是我們疤痕組織 開始在行程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你可以適度去做 用一些 就是類似人工皮啊等等的 美容膠啊 其實就是減少這個傷口的張力 讓這個疤痕在行程的時候 不要亂長或過度的凍出 那在進入修復期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你再可以去做一些淡疤 這是雷射等等的讓你的傷口的復原 還有這個疤痕的顏色變得更漂亮 是 所以我們為醫師這樣講解過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不要惡搞你的傷口了 如果需要醫師們幫忙把它弄乾淨 有些比較大的外傷或裡面已經有異物了 醫師會幫你沖乾淨 如果自己在家裡不是很大的傷口 就記得不要亂塗不蓋在它上面的東西 那等它在不同的階段使用不同的策略 那到時候你的疤痕或者是你的傷口 就不會脫到變成醫師最害怕的傷口了 那行程今天透過這一課之後 大家就更懂得怎麼樣照顧自己的傷口了 謝謝醫師 謝謝您 掰掰 掰掰